我在地方都遇到一大堆民眾啊 常佐你放心我絕對停留 絕對不會去打那邊罷免 我就跟他說沒有 阿姨啊 你是要出來打不動意喔 我們的人如果都不出來 他們的人如果都出來 那就麻煩了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486會客室 我們今天邀請到立法委員林常佐 來現場跟我們談談 他當立委的一些新舞台 來常佐跟大家打個招呼 嗨大哥好 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欸唐主王 我們最近最夯的一個話題 就是陳柏惟被罷免 你怎麼去看待就是蘇柏 陳柏惟啊 黃潔啊 被罷免的這個事情 你怎麼去看呢 我覺得第一個當然大家都有發現 最近討論也算蠻多 尤其年輕一輩的朋友都會講 就說那怎麼會剛好是黃潔 陳柏惟接著又是林常佐 除了都是新一代的政治人物以外 然後而且要嘛是五檔 要不然是小檔 那這個我覺得不是巧合啦 就是你看這幾個罷免案 他其實並不是本來罷免設置的這個本質的意義 就是說啊對於哪一些原因 有一個重大政治人物有什麼疏失 然後來討論 然後把他罷免 推動這個罷免 你看當初罷免黃潔的人 他現在也在他們黨內審量很高 哦 對 大家可以查一下 他也不是有什麼公職的人 然後第二個罷免 要罷免陳柏惟的人 結果現在他本人現在正在補選 對不對 那更不用講說要罷免我的那一位 他就直接在台面上 對不對 台面上就說這是他要回到國民黨的禮物 所以這完全已經忽略了本來這個民主制度裡面 設置罷免他本來背後的原理 他都變成是個別他有自己的一些政治目的來去做 那我們三個人剛好又 我不喜歡說好欺負 但是實際上 確實感覺就是有這個困難 他就不敢去挑那個大黨 因為像大哥你就知道 你那時候問我說 那現在罷免的這個事情成案 我要趕快來捐錢給我 結果結果沒辦法捐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當初設置的時候 就有一些這個武黨的上面 我可以讓我老公到 所以我就知道 從黃潔的時候我就知道 然後到了我的時候我發現 無黨的是沒有辦法在罷免案裡面收政治獻金 就金吃虧啊 所以這個只是其中的辛苦的一部分而已 所以我就說這個 但是就遇到了 就只好面對 我只是覺得說 其實從罷免 這個 這幾個案子到公投其實也是一樣嘛 公投我們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那討論的結果 到後面 發起公投方的人竟然講說這個 不是 就是他不是要回歸公投的政策內容討論 他只是因為要要倒閣 就是他不喜歡蘇貞昌啦 他要把他拉下台 要把隔魁拉下台 那這些從罷免到公投 其實都已經完全 他沒有要去討論本來民主制度 設置這些 這些程序的背後的目的啦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是讓人民真的很累 對 那從政的人也會覺得 當然就 真的很辛苦啦 因為你 除了平常要處理的事 尤其我在中正萬華 在疫情的期間其實是 面對很多這個重大的打擊 所以我們正在努力的復興 振興 你看到萬華其實從11月開始 我們不只是推出了這個 各式各樣振興方案 然後萬華大鬧熱 我們在地的一些廟會 然後以及剛結束的登節 很多的活動大家都努力 想要讓萬華整個復甦起來 結果 然後我們在立法院 也又要處理預算 然後又有公投案 現在又來個罷免 真的大家都不用 這個正事都不用做嗎 真的耶 你這樣一講 我就覺得 其實這一段時間 我覺得整個政治的氛圍 我不曉得各位觀眾朋友 覺得怎麼樣 但我覺得好厭惡 好厭煩 對不對 都是一下無理頭的 然後你也說不出個 直醜銀卯 例如說黃傑 黃傑這個年輕人 然後他也很認真啊 莫名其妙的一些原因 就要罷免他 對 陳柏惟更是 對不對 然後當初要支持 要罷免他的這個 在地下動員的這個人 結果就是你要選 跳出來自己要選 林老師耶 這是什麼玩意兒啊 然後當初說陳柏惟去打電動的 結果這個人他 專門開 對 電動廠賭博電玩 這根本就是電動 電玩大亨了 對啊 那我在看來看去那個原因 也看不出個所以然 結果周小平說 他這是要回歸那個國民黨 的一個禮物 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我們這一次的罷免案 沒有守住 就三個月後還要補選 還有得吵咧 你這年都沒辦法好好的過 你整個過年期間 都還在繼續吵這件事 我覺得這個對於國家 就是整個政府啊 行動啊 行政的這個資源啊 所花費啊 人力物力啊 然後大家做 搞這些狗屁倒照的事情 而不是說 好好真正來為我們國家 做一些什麼事情 所以你看這個國民黨呢 他一直在操弄這個什麼 政黨的對決 對不對 然後 可是問題是呢 政黨的對決 藍綠的對決 黃捷他也 他也 他也無黨了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 場所 他也不是民進黨啊 你也不是國民黨 你也不是民進黨啊 然後 對 他講說什麼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什麼東西都這個 這個 就是國民黨的人會說 我們都袒護民進黨 怎麼樣 結果我今天啊 就把它算下來啊 我上一屆 監督民進黨的預算啊 這個 省下來的這個 預算高達147億 所以我們委員會裡面 第三名 我比所有國民黨的 都還要高耶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你說啊我都躺護 這個執政黨 結果 我們真的在算監督 預算的時候 我又比你們 全部這一些在野黨還要高 然後你們這些在野黨的監督 就是 丟豬腦 丟豬腸 撒麵粉 然後這個 對然後甚至於來動手動腳的 把手這樣對不對 對我這樣子 我們認真監督的數據看起來 我比你們都還要認真 然後你們卻用那一種 什麼槍斃 陳時中 講那些很誇張的話 來當作你們有監督 可是 可是這不是我認為要 監督不一定要情緒化啊 我們好好監督 我審下來幫人民審下來預算 我們認為執政黨 他不該花的這些錢 我不認同這些事情 我砍的比你們還多 這是當離開的那個 時代力量 你當初離開是因為他理念嗎 對 大家路線上不同 但你應該是跟時代力量 這些 這些以前的夥伴啊 我想應該還是好朋友吧 對啦 即便現在還留在時代力量 或是說在我後來 才離開時代力量的一些議員 或是說像是慈庸啦 黃捷啦 文學啦 還有我們台北的幾個議員 亮君、玉芬、隱夢等等 大家都好朋友以外 其實時代力量裡面 其實顯示這些人 也都是多年的朋友了 我的想法很簡單嘛 就是我們既然是小黨 或是我現在是五黨 我們就不用陷入大黨之間 他們很複雜的一些 這個爭執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像在推婚姻平權的時候 我就可以完全沒有包袱 我就從 我每一個國民黨的委員 每一個親民黨 那時候還有親民黨的委員 全部都去遊說 還有 據說會跑票的民進黨的委員 我沒有任何包袱啊 如果今天是一個民進黨的委員 要一個一個愛家愛戶的 去遊說國民黨 國民黨一定會問你說 你現在是老柯 柯建民 你們黨團總是要派你來的嗎 還是說在協商的時候 有一些 這個雙方有一些什麼不快的地方 那有沒有要一起拿出來解決 那就複雜啊 我在跟你講一個案子 你跟我講整包的案子 那所有的包袱 全部大家都拿到這個桌上來談判 我們就沒辦法回歸 我今天想講的題目嘛 那大黨就有 大黨會有的一些牽制 這我就可以理解 但是我覺得 作為小黨的路線 我當初在時代力量 乃至於到後來五黨 我都是延續 就是我覺得 我們沒有包袱的這一種身份 是最值得珍惜 所以我即便退出時代力量 我也還是延續這樣的想法 那我也會希望說 這種 這種想法跟這種推動的方式 其實是我跟團隊 還有我剛剛講的 離開時代力量 乃至於甚至還有一些 留在時代力量裡面的人 其實都還是認同的 其實政治走久了 你難免會進入某一些 我剛剛講的包袱 或是說牽制 那尤其在大黨裡面 要顧慮的很多複雜的事情 但是我們作為五黨或是小黨 其實我們要把事情 看得更開闊一點 我們要把 要去思考 怎麼讓這些裡面 團結更多的人 那你們因為 例如說國民黨裡面 還是說現在的其他政黨 五黨的人裡面 你們因為什麼的原因 對什麼議題 對哪一些政黨 有一些個別的情緒 就不是我們要關心的事 對不對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理念 把它推動出去而已 所以我還是繼續這樣做 我也很感謝 其實我們在在地方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里長 中正萬華大部分的里長 是國民黨居多 國民黨的里長 其實都很支持 這一次我們在 很支持我們一起在推動的一些 在地的建設跟服務 那所以為什麼這一次 像鍾小平他們提出這個罷免的時候 其實很多在地的國民黨的里長 也反對 我覺得也是這個原因 除了有部分 就是真的是很深藍的 那跟眾議員很好的以外 其實其他的里長 我也是藉這個機會很感謝 就是說我們既就這幾年 我們一起合作做了很多的事 是 我只是會覺得說 我們沒辦法去符合 每個人他心中想像的名義代表 但是我真的希望每一個人 都可以比較平心靜氣的想 你只要去想 我們這幾年台灣 是不是有越來越進步 我們的經濟也越來越好 國際也越來越重視台灣 各行各業都在 國際的這個供應鏈的充足裡面 我們都要都快站到了 這個先搶到好的一個先機的位置 那這個真的是我們很難得看到的 包括我們股票 到底已經都在萬七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不能講說 我們就沒有要這個改進的地方 要不然我在立法院 有的時候會生氣 有的時候那麼嚴格監督 是在幹嘛 當然是有要改進的地方 但是如果整體有在往前走的時候 我真的也希望說 大家給新一代的政治人物一個機會 跟一個肯定 因為我相信新一代 不管是我啦 品羽啦 陳柏惟啦 或黃捷啦 這些人是最容易被人家批評的 就是沒看到人 但是如果你把時間看起來 我們沒看到人 不是在處理困 你上班啦 你上班啦 你生意算啦 那你說像顏寬盒那樣 他很少去審議算 很少質詢 可能你 聽到一個地方跑啦 對 然後結果他去質詢的時候 是為了他加自己要的標案 這個可能是你習慣的樣子 但是我們新一代的政治人物 真的也希望婆婆媽媽 希望說你平常都在地方走動的這些民眾 市民朋友們 我們的台灣要往前進步 我們的政治也要進步 我們如果全部回去以前舊的那一個 大家都不用上班 不用質詢不用省預算 但是要做秀的時候 就跑去丟豬肉 要去做秀的時候 跑去罵官員 然後拖髒水 然後有空的時候 就在地方跟你們吃吃喝喝 那我真的覺得我們的政治不會進步 台灣也不會進步 真的也是希望給我們這些 新一代的政治人物 一點鼓勵 然後給我們這樣子認真的一個態度 一點正面的看法 那在當你席於舊政治的那一種想像的時候 可以考慮一下 那個不一定完全是對的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新面孔 有很多新的 像長卓 就我們剛剛提到很多人 這些年輕的人 不斷的一直去投入 那我覺得這個對台灣來講 他其實是好事 從黃潔 陳柏惟 現在林長卓 對 都是這些年輕人 都是一些很優秀的 然後對著我們三個喊說 要藍綠對決 對 中高耶 神經病 我們三個這樣 都是台人混號 一直出來 台人混號 你覺得那個陳柏惟上次被罷免掉一個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覺得一方面當然是嚴加 他有很強力的動員的能量 另外一方面我也覺得就是 民眾對於到底怎麼行使罷免這個行為 還不習慣 就是因為過去罷免的門檻很高 所以以前反對罷免就是不投票 這長年來都已經這個習慣了 所以包括黃潔 陳柏惟跟我 其實都會遇到一樣的狀況 就是你要跟民眾講說 你反對罷免就是要出來投不同 投不同意票 他聽不懂 黃潔還是因為他那邊 綠大魚狼很多 他鳳山本來基本本來就夠大 所以聽不懂就算了 可是陳柏惟跟我的 這個都是基站區啊 我們的人如果都不出來 他們的人如果都出來 那就麻煩了 對啊 所以我們都是陷入一個 趕快提醒大家說 你就是要出來投不同意 要不然對方如果超過了 你看最後這個陳柏惟只被 4000多票 輸4000多票 我覺得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說我們要做的事情 現在我覺得就是 記取前面的教訓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連那一天在凱道的時候 遇到何柏惟是新北市的議員 他都還以為是要叫 是不用出來投 連已經是政治圈的人都會 有這樣的誤解 我在地方都遇到一大堆民眾 他都是直接 當然是先罵罷免團體 他們都亂摸啦 什麼不便 長左你放心 我絕對天氣的 絕對不會去投那個 什麼不便 完了 我前面很高興 其實到最後一句的時候 我都 我都跟他說 沒有 阿姨阿 你是要出來投不動意喔 他整個 整個人說去 要去投喔 他說要去投喔 你想想看 這個是我有遇到的人 我一天遇到很多的人 大家都對我熱情 這個支持 可是裡面有多少比例 是這樣子他其實不知道 那天要去投的 那我們能夠解釋的只有多少人 所以今天透過這個節目 也是要告訴大家 所有看到的人 你不管是不是住在中正萬華 你就算有朋友 住中正萬華 你也知道他是挺臨場左 我告訴你 你那個朋友也不一定知道 是要出來投 他以為是不投就表示反對 所以我要告訴你 你只要有中正萬華的朋友 每一個都去盯好 確定他有 get這個message 他有真的 掌握這個正確的資訊 因為我覺得喔 你看像之前那神靈樂團 音樂多快樂啊 音樂多奔放啊 全世界 玩音樂多好 對啊 你有沒有覺得正式這條路 很辛苦啊 真的是很辛苦 像喔 最近因為這個 遇到這個罷免的事情 我們又要再回到地方 趕快又要掃街 就像在選舉一樣 這個去跟人家 這個拜託啦 然後發文宣啊等等 那在路上的時候 我也遇到過一個 就是比較極端的支持罷免方的 就是說 你現在就要向爸 要拿這麼來啦 我那時候心裡 其實真的是很難過 我難過的原因就是 其實啊 我現在這個時間 應該要在立法院開會 嗯 我應該要在那上班 嗯 我的確是因為罷免了 我現在這個時間 在路上發面子給你 可是你到底是希望我 就是說我這四年 就都不用上班 我都在路上走來走去 然後跟你們一起吃吃喝喝 拿面子給你們 還是你覺得 該上班的時間要上班 我那個時候 他一講的時候 我其實心裡真的是很難過 因為我很想趕快回去上班 如果可以不要這樣的話 我都是第一個就去的 我現在在這裡發完面子 我還是要回去質詢耶 我還是要回去省預算耶 可是我前面就有一段時間 我沒有辦法參與到了 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想要看到的 就是每天都在他附近 擲暖啦 吃吃喝喝啦等等的 但是 就是我其實只要在上班之餘 就是下班以後 班完晚上 我基本上所有地方的 不管是公廟啦 社區、鄰里的活動 我全部都去參加 只要有活動來 我也都參加 這我聽起來很辛苦耶 你這樣小孩不就長時間都看不到 太太會不會抱怨啊 一般來講 其實是在選舉那一年的時候 就大概會是真的很困難 你太太會不會抱怨 或者是 他就是會覺得說 這個小孩子是兩個人要一起照顧的 所以如果不是選舉的期間的話 我跟他有一個基本的分工 就是135、246 誰送去學校 幼稚園 誰處理家務 倒垃圾 這些我們有一個分工 但在選舉那一年通常 分工就都無效了啦 那Doris他也就自己都扛起來這些事 那當然 我也蠻常忘記跟他說謝謝的啦 所以想到的時候會跟他講 但是我也知道他很辛苦 但是小朋友的部分 又是另外一個愧疚的感覺 因為小朋友在小的時候 他的世界就是爸爸媽媽 那我們又是小家庭 沒有兄弟姐妹 你想想看他的世界 世界如果就是爸爸媽媽 那去幼稚園以後 再加上幼稚園同學 給他回到家 少了一半 他的世界只剩媽媽 只剩阿布 那這我覺得是很不健康 那另外就是 我也會覺得很難過 像最近 像現在面對罷免 等於又進入選舉的狀態 本來一般上下班時間 我大概是7點就去上班 然後到跑完晚上的話 8點多就回去 都還可以陪到小孩 現在沒辦法 現在4、5點我就要去送車 就是選舉的時候就會變這樣 4、5點有鄉親要出去玩 我就要去遊覽車 拜託大家支持林昌佐 這樣嘛 然後晚上真的是跑到剛剛 剛剛大哥說的 到宵夜你也要去啊 10點也要去啊 所以你完全 小朋友還沒醒 你就出門了 他睡的時候 你就還沒回去 然後像最近 有一天他就是 在學校吃到那個魚一次 哽到 然後回家都還一直很痛 晚上都還很痛 我很 然後他就去急診 我很想陪他去 只有等於太太陪他去 回來以後 他還是常常一直哭哭 到晚上3、4點 我真的很想去陪他 但是我也知道 我3、4點、4、5點 我就要出門了 然後我只能在床上上面 一直聽著他哭 然後心裡就很心疼 但又不能起來陪他 因為我等一下就要出門 然後就在那邊 很難過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要 遭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這個時間 我是可以陪他的 然後我覺得因為 可是這個時間 鍾小平在幹嘛 他在睡覺啊 他當然睡得很爽啊 他也從來沒有去跑 我跟他講的這些 什麼早上去拜託大家的這種 這個遊覽車送車 也沒有嘛 那所以在這邊 也是一個機會 跟老婆跟Doris 說感謝 因為這些時間 都是他在陪 陪Viru 其實那一天 我有起來 想趕快去陪 陪Viru 結果我一衝進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Doris 很小聲的在安慰他 就是他在 小朋友在哭 然後Doris在安慰他 然後其實我 我當然是很難過 就是覺得說 那表示Doris也很累啊 三、四點也沒有睡 但是還要壓抑著自己的 那一個想睡覺的累 然後在旁邊陪他 所以真的是很感謝 然後我也很希望說 1月9號我們可以 非常安然的度過這一關 然後我們可以再恢復到一個 正常上班的時間 那我可以趕快再扛下 我應該要扛著 家庭裡面的角色 我認為長左這次罷免 是真的比較危險一點 因為整個國民黨啊 鍾小平他們用這種 仇恨式的這種動員啊 塑造出這種藍綠的對決啊 那再加上剛剛長左講到一個很 很重要的重點 很多的人以為就是說 欸我支持你 那我不要去投票 不用去投票 我就是支持你 完了啦 對 所以如果說大家想要支持 這年輕啊 那很優秀 很好啊 很願意做事的那個立委啊 1月9號吧 對不對 對1月9號 那一天呢 務必呢 要出來 要出來 帶你身分證 那我們就上去 花個幾分鐘而已嘛 支持一下 那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也謝謝長左喔 在把忙之中 今天又鑽成從立法院啊 那控制直接趕過啦 中午 對 那趕過還要 對 待會兒還得再趕過去 你看看 那他現在鍾小平在幹嘛 不知道 應該是不知道 在5歲吧 好啦 謝謝各位朋友啊 請大家再記得 1月9號支持 我們林長左 謝謝 謝謝 1月9號 拒絕霸營